大家好 这里是湖北卫视饮食养生会 我是段建函 癌症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 它是不治之症 它让人痛不欲生 人才两空 事实上癌症并不是人们所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把原来当作不治之症的癌症 重新定义为可以治疗 控制 甚至治愈的慢性病 尽管癌症并非不治之症 但癌症对人类的杀伤力却是第一位的 因此本期节目我们就重新对癌症进行定位和认知 真的到医院去做一次体检查一管血就能够查出有没有癌症 这个不具体 我们抽血所说的都其实是查一下肿瘤标记物 这种实验室的检查可能只能做一个初步的筛查 了解一下肿瘤标记物的情况 但是不能够作为我们癌症的诊断 比如说你去做胃镜 那我们就是能够很确确的了解这种有无肿瘤 我们做活检来确诊 据我了解肿瘤标记物它有癌细胞查出来 说是就是癌细胞分泌的那个标记物升高 如果升高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得了癌症了 这不正确的 我们癌细胞可以分泌这些肿瘤标记物 在血中可以塞查出来 但是我们也有这些正常的细胞 它也可以分泌 比如说有癌症的刺激 损伤的时候 它也可以表现出来肿瘤标记物的这种身高 所以说这个肿瘤标记物并不能完全表达 它是否真的确定是癌症 对吗 对 好 其实我听说了另外一种检测方式 听说特别高级 名字也很高级 叫PET CT 说是有些医院里边通过这一项CT检查 就可以把全身所有的病灶查得干干净净 没有一样会漏掉 是这么回事吗 这项检查我们也有 当然它有它的优势 它可以对于我们肿瘤的良恶性有一个判断 然后对我们肿瘤的这种诊断分析 包括病情治疗以后的这种预后的判断 它有一定的价值 但是这个检查都有它的一些主线性PET CT 这种检查它不能代替所有的我们常规的这种影像学的检查 比如说老部的它就不能够代替我们老部增强持共证的检查 包括肝脏的话我们有时候也会去做肝脏的持共证来进一步的确认有无肝转移的情况 那如果我要做一个全面的精准的癌症筛查应该推荐什么方式 根据不同的这种你的临床的这种表现 或者说你不同的这种病人它有些高低的因素 我们进行相应的这种癌症的筛查 比如说我们乳腺癌 结肢肠癌 前腺癌 还有肚颈癌 还有我们的肺癌 这是可以通过我们这种筛查可以早期的发现的 我们先看看乳腺癌该怎么去筛查呢 那么我们对于年龄大于40岁以上的女性 我们建议每年做一次乳腺的这种木板 它其实是做一个低剂量的这种X线 有时候叫软X线这种检查 它比我们普通的这种色线要低 第二个就是高风险女性 就是年龄大一些咱们都做乳腺磁共证 这也没听说过 这个是高风险的女性 不是年龄大的女性 如果我们做了乳腺的彩操或者是木板 高度的是怀疑乳腺的这种恶性肿瘤的话 那么我们要结合这种乳腺的持共症来进行判断 第三类 第三类对于20岁到39岁的女性呢 我们可每三年就说由我们乳腺的专科医生呢 进行一次乳腺的这种体检 那么40岁以上的女性呢 每年就由乳腺专科医生呢查一次 第4点 20岁以上的女性可以自查 其实我们所谓的这种女性都可以在家自查 比如说你在洗澡污浴的时候 是吧 你也可以把这种乳腺都查一下 或者你睡觉 之前包括乳房摸一下 有没有肿块 包括腌下 手骨伤啊 这些地方你也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肿大的这种淋巴结 像乳腺癌晚期的话 它这种可以引起这种乳腺皮肤的这种改变 就像橘皮一样的皱着在一起 所以说呢如果要做这种乳腺癌的筛查 按照然种刚才所说的这个流程就不错了 那做肠镜是查出这癌症的唯一方法吗 目前来说通过这种肠镜的检查取获解 是确诊这种癌症的这种新标准 那截止肠癌的具体筛查方法是什么呢 可能我们首先还是基于一个高风险因素的一个问卷调查 这个问卷调查其实就有这种年龄啊 性别啊 以生活的习惯啊 既往有不有这种基础的这种未肠道的这种疾病 除了问卷调查就是免疫法粪便浅血实验 就是查粪便对吧老师 对对对 这个是比较简单易行 通过这个免疫法查粪便来看一下 这个直肠直检 直检 就是医生戴上整个了 对就去看医生的时候 那么医生戴双这种手套就进行直肠的直诊 看可及的范围内有没有这种肿瘤的情况 其实有时候这一个小小的这种直诊 很有作用的 很有作用的 特别是在这种低位的这种直肠癌 对可以早期的发现 好 接下来就是肠镜检查 确实肠镜检查了 因为您是做无痛未肠镜 相对来说还人觉得比较轻松一点 那么做这种有创的呢 确实很多患者的都比较害怕 而且做肠镜呢 我们之前也要做这种肠草的准备 至少有三天 很多病人觉得比较麻烦 但是确实很有必要 所以说这个肠镜了解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 色素内镜是什么呀 色素内镜呢 其实在绝大多数医院里面 还是没有去常规的去做 就比较少见 比较少见 其实我们去体检的时候 数据报告上面有很多项目 大家平常所看到的一些异常 有很多点 我们今天也把它梳理了一下 这是体检报告当中吧 对 体检报告当中比较多见的 又让大家比较害怕的 几个问题来总结一下 你看 比方说这个是最常见的了 是吧 对 我们说的脚强性节节 其实绝大多都是良性节节 对 就是95%以上的 都是良性的这种节节 特别是对于这种比较小的 小一个公分的这种节节 其实大家都不必要去恐惧 因为我们做彩操 其实检查的时候 一个看它的大小 还有它恒径比 然后还要看一下 它有没有这种血流信号 对吧 这种结合来判断 一般来说 这种良性的节节节居多 因为即使是脚强性癌的话 一般来说通常 育痛也是比较好的 嗯 好的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了 下面一个 宫颈糜烂 一提到糜烂这个词啊 让你听起来就觉得有点不舒服 对对对 而且呢 老是容易把女性的宫颈糜烂 和宫颈癌给联系到一起 宫颈糜烂这个词 逐渐现在都是规范 都已经把它取消了 其实它是 宫颈柱状上皮异味造成的 和我们常规认为的 哎呀 糜烂以后 就是不是得了癌症 但是不同的这种概念 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吗 对 因为这个 急速水平的变化呢 它这种柱状上皮 凝状上皮啊 它这种交替的覆盖 它发生了这种动态的变化 大部分呢 它其实属于一些 心理的现象 大家不要过度的担心 不担心这个 就要担心那个 比如说子宫肌瘤 哇 听得太多了 这个就比较麻烦 对不对老师 确实 身边的大多数女性朋友都会有 但是对于这种子宫肌瘤 小于五个公分的 那么如果没有症状的 或者是说 没有造成这种异常的这种出血啊 腐痛啊 或者这种直肠的这种压迫的症状 可以 其实是可以观察 它不会变成癌症吗 它本来就是一个瘤啦 可以定期的复查 当然子宫肌瘤 我们是属于良性这种瘤 但是它也有这种发射弧的变性 成恶性的也有 好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肝脏钙化灶 又是钙化又是灶的 这个问题大吗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继续地复查 都是良性的一些病变 比如说我们如果换了肺结核 对吧 那么这个结核球就会有钙化呀 肝脏的也是你这种病变以后 它时间久了 它也有些钙化 一些搞的这种密度照 相当于是在我们的病过的地方 留了个八 是吧 就有这个意思 产生个疤痕 对的 好的 说到增生 你看就来了 十个女人八个都有提点下来 就是乳腺增生 这个会不会变成乳腺癌呢 真的就不用担心 乳腺增生是绝大多数的女性 特别是我们在月经的中期 或者月经前 就会感觉到乳房的主张啊 有些摸到一些硬块啊 是吧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生理的现象 其实不必过度担心 嗯 接下来这个也是女性比较常见的问题 盆腔肌液 这种盆腔肌液呢 我们就要分别一个看待 如果肌液呢 量大 那我们肯定要重视啊 有没有这种 浮腔的这种炎症造成的出血啊 如果少量的这种盆腔肌液 大家不必过度伤心 它其实对我们这种浮盆腔啊 它有一个用法作用 它是一个生理性的这种盛处 是正常的 对 少量的 它在月经的前后啊 我们去做这种彩操检查 它会提示啊 你工匠有少许的这种肌液 确实啊 你说这一旦是吧 被检查出来 肿瘤尤其是恶性肿瘤 不论是医生还是家人都会叮嘱 哎呀 这个不能吃啊 这是发物 是吧 这是发物 不能吃鸡牛羊肉都不让吃 那还能吃啥呀 真的如他们所说 这些食物都不能吃了吗 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嗯 那么我们民间这种发布的流传 其实由来依旧 嗯 确实你看我们在门诊 或者病房接受病人 都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总是在科普 那么鸡鸭鱼肉 这些其实优质蛋白 特别是在我们治疗 这种放化疗期间 其实是应该及时补充的 你如果没有这些优质蛋白 单纯的就只有 我们吃点白菜萝卜 那怎么有营养呢 是不是 那么你免疫力会降降 那么治疗的这种配合度 也就会跟着下降 是啊 因为总感觉 得了癌症之后 是吧 你又是放疗化疗啥的 感觉甚至都虚了 我刚才说也提前先预防 我把我自己身体搞得好一点 癌症就不会找上我了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 我们也知道 这种保健品 它是不等于药品的 因为有些厂家是为了促销 它可能就是夸大 它的这种功效 那么其实它不能够起到 这种防癌抗癌的这种作用 目前也没有这种 寻致医学的证据来说 你吃的保健品啊 这种维生素啊 能够来预防肿瘤 是不可以的 那膳食营养 说到这个 我觉得就是讲到 中国的饮食文化了 我们都会觉得汤是精华 每天喝 但是呢 你可以不吃肉 里面的渣子 不吃倒掉 或者给家里面吃 我就喝汤就行了 因为所有的营养 都在这个汤里面 这个说法对吧 这个说法不靠谱 不靠谱 你看你就把自己 喝成了一个汤娃娃 汤娃娃 因为营养的物质 绝大多还是在渣里 汤里面的营养可能只有 5%到10%的这种成分 那么很多也就是一些 这种脂肪啊 飘零 这种飘零的成分比较高 对 我们对于这种 痛风的病人 就是要注意 不要喝这种浓汤 因为你刚刚提到了 飘零 提到了这个痛风 这件事情 那就这个豆制品含量 豆制品里边 什么大豆义黄酮含量高 还有豆制品 痛风患者不适合吃 是吧 所以说对于这个 有这个为了预防乳腺癌 所以说豆制品 不要多吃对吗 其实早就辟谣了 那么乳腺癌的病人 他其实是可以吃大豆 喝豆浆的 但这怎么东西讲 就适量 其实我们也知道 大豆里面含大豆义黄醇 其实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 大豆义黄醇 它是一个天然的刺激素 其实对人体来说 是很有好处的 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 每100毫克的这种大豆里面 也是含128毫克的这种大豆浴黄醇 含量是比较低微的 还有一个问题 我得问问老师 我也不清楚啊 就是说肿瘤患者 在生病的时候 我知道肯定很难受 会疼痛 所以他的食欲也不好 他吃不下饭 吃了会吐 做化疗的时候 那不吃 那我们医生 我们医院有办法 给你打营养针 我疼 医生我不吃饭 我就打营养针 我打了针就可以不吃饭了 这个说法可以吗 这个说法不科学 因为我们还是要强调 如果你有胃肠道功能的话 尽量还是要吃 以吃为主 那么你如果普通的饮食吃不下 我们可以用这种 肠的营养剂来代替 那么如果你实在的是 没有这种肠道功能的话 因为我们也做了大手术 要进食 或者有消化到的这种疾病 刚刚主持人说的这种食刀癌 或者是胃癌 这种病人 他有耿鼠不能进食的话 那我们这种情况 可以用静脉的这种营养来做补充 治癌先要切一刀 彻彻底底 斩草除根 一定要这样吗 就是很多朋友觉得 既然是得了癌症 很多家属就劝他 就是说干脆一刀切了 切得干干净净 免得以后复发 是吧 真的一刀切就可以管用吗 那这个是很片面的 能不能切 还是要看肿瘤的分析 一般来说 我们还是以早中期的 这种肿瘤 如果能够手术 那我们还是建议患者 这种做手术 切除 然后术后根据情况 来给予辅助的这种放化疗 然后来根治肿瘤的 那么对于晚期的肿瘤的话 那是不适合做这种手术治疗的 很多病人他一来就盲目的说 我要切 其实这是很平面 我们很多病人一来就发现了 有多发的这种骨转移 多发的脑转移 那么你怎么去切干净 对我一个朋友的父亲 胃癌晚期满胃都是 你怎么切 胃都不要了吗 不吃饭了不可能 切不了这种对吧 对有些是切不了的 所以说大家就会觉得 切了很可能会复发 这种观点您觉得对吗 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因为我们知道手术后 为什么病人有会复发呀 其实根据他的这种分积 这种术后的病理分积 是很有关的 因为我们病理分积很多情况下 就发现了这种肿瘤 其实已经有这种转移的淋巴结 是吧或者脉管有癌酸 或者有神经有侵犯 但这些肿瘤病人的话 本来就很容易出现这种 术后的这种复发转移 所以说我为什么 我们有时要做 术后的辅助的这种放化疗呢 其实也是为了来控制 这种复发转移的正向 但是并不是说 你做了治疗 就一定不复发转移 所以我们还强调 定期的这种复查 只是说两害相权取其轻 尽管有复发的风险 但这个时候切掉 可能保命更重要 对 那我们知道治疗癌症 除了手术以外 还有就是很重要的方式 放疗化疗 但是老百姓的心中觉得 做放疗做化疗 就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事情 我做了放疗化疗 我可能走的还要早一些 我就坚决不做 很多人抵抗这件事情 是的 很多这种民间的这种误区 就是对放化疗的这种恐惧 其实目前的这种技术手段来说 对于这种化疗的这种 残尖的这种不良反应呢 其实是可以很好的控制的 比如说 吃包 因为现在化疗 大家担心的最多的是 化疗之后脱发 茂密的浓发突然一下 就基本上一次性撤退了 是吧 所以这个让人很担心 现在有办法去克服这个问题吗 这种脱发的问题的话 其实还是跟用的 这种抗癌药物有关 比如说我们乳腺癌的病人 很多看到都是光头 这脱发的率比较高的 这是因为用了这种 N款类的药物 它的脱发率比较高 但是我们其他的有些药物 比如说我们肺癌的 我们用吉他病 赔米取赛 这些引起脱发的这种概率 就比较低 目前对于脱发 其实没有很好的这种办法 有些说降低这种头皮的温度 有因的这种预防作用 但是没有这种特效的这些药物 或者这种手段来防止脱发 我们还听说了 有些新药特别特别的贵 一盒大概就得几万块钱 是不是现在治疗癌症的药 越贵一定是最奇效的药 是吗 这药分别我们来对待这个问题 这些新药 目前我们说抗肿瘤的 这种新药特药 它确实有它的这种自身的价值 但是它都有一个合适的人群的 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说的这种神药 就是做N-Track这种检测的 那么可能我们要用这个药的话 对N-Track阳性的病人 它的效果比较好 但实际上呢 总体的这种N-Track 检出率是不高的 总体也就是3% 如果你有性检测到 那么你用这个药 确实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 但并不是人人都去适合 用这种新药特药的 那在新药上市之前 我是可以征集这个试验者 免费来试不要钱 但是说难听一点 是不是就在人身上做试验啊 会不会有风险 这个都是很片面的 很多老百姓都认为 我参加临床试验 是把我当小白鼠去试验呢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临床试验 这个做这个临床试验 是为了做这种上市前的 有些临床试验 或者有些 因为它分不同的期啊 一期二期三期四期 那么它为了上市 可能做的这种 三期的这种临床试验 其实来做了前期的基础 它的疗效安全性 都是有前期的这种保障的 那么还有一些呢 是做的适期的 这就是上市后的 这种扩大的临床试验 其实已经在国内 都已经有药 已经批准使用了 那么这些药物 其实来说 安全性啊 疗效啊 都是已经很有保障的 好 所以说的话 对于新药的话呢 可以尝试 但是呢 也不要觉得好像 自己是去当小白鼠 其实呢 这也是不断的在进行 新的研究和尝试 说不定 可能这个药 就对自己非常的有效 所以我们也再次感谢 今天然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谢谢 给我们客户这么重要的信息 谢谢 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龙鱼 葵花亚麻调和油 健康厨房 谢谢 今天做一道什么菜 家常菜 家常菜 干扁四季豆 哦 这是一个好食材 但是我担心啊 有一句话叫做 四季豆不进油盐 做出来不好吃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先把四季豆 往油锅里面炸一下 炸出虎皮 这样你吃的时候又有焦脆感 然后到时候再炒一下 就会更入味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食材是 四季豆 姜葱蒜 肉末 还有我们的花椒和辣椒 就是做一个香辣味的 麻辣味的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烧油 对不对 是的 来 咱们现在起锅烧油 倒入金龙鱼葵花亚麻调和油 因为我们稍微要把这个四季豆呢炸一下 所以用油的油量呢 要稍微大一点点啊 好 下油锅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注意 我们这个油是提前热过了的 所以在家里还是要稍微等个两三分钟这样 然后炸成虎皮 这个有一点点 这个你知道吧 这个虎皮辣椒你吃过吗 当然啊 对啊把它炸成差不多的那个 这个焦鹤呀 还有表情上面皱皱的 就差不多了 嗯 在炸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啊 有一些油会泵出来 就是四季豆当中的水分会有一些蒸发 特别要提醒大家 四季豆呢一定要做熟 所以提前我们先炸一遍也好 煸炒也一遍也好 也非常重要 如果不熟的话吃了会中毒 四季豆要炸到 起皱皮的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对不对 怎么看起皱皮呢 不是它已经切断了吗 对 你看看断这个地方 它有点微微的发黄了 就是横切面切断的那个面 有发黄了就可以捞起来了 这个时候已经是完全熟了的状态啊 因为等候咱们还是要煸炒一下的 对 把多余的油分给倒掉 好 现在咱们再次起锅倒油 倒入金龙鱼葵花亚麻调和油 现在油烧热了之后呢 也是倒入咱们的 姜葱蒜 蒜 放一点点的 花椒 花椒 炸出香味 还有辣椒 现在倒入的是肉末 做我们的金龙鱼葵花亚麻调和油 烹饪烤口感 静下轻生活 好 现在倒入咱们的四季豆 稍微翻炒一下 下入调料 好 放一点盐 放点胡椒粉 和一点生抽 再稍微煸炒一下 就差不多了 其实我们这道菜的营养搭配也是非常棒的 又有高蛋白 当然还有纤维素非常多的四季豆 对于想要瘦身啊 有一些身体疾病的朋友 吃起来也是非常的健康和营养 而且口味又非常的好 有麻味 辣味 对吧 好 现在是可以出锅了吗 对 稍微煸炒一下 调整味嘛 我们的这一道干扁四季豆就出锅了 非常的香啊 不然今天来到以上社会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再见